接下祈福信物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出席六四三十周年纪念会 但不止他 包括前副总统吕秀莲 以及前行政院长游锡坤也通通到场 外界关注对于民进党初选的态度 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民进党选物我就不管 大家给他鼓励吧 我们会努力去争取 尊重人民选择 不愿正面回答初选议题 但针对2020总统大选提名人选 民进党将在六月十号开始进行民调 但各件事竟然陆续全出 有团体开始搜集总统蔡英文 支持者的手机号码 就担心初选不公 赖清德要蔡英文说清楚讲明白 但却遭回击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应该想的 我想总统严重了 很遗憾的 这场初选我一直主张不要互相攻击 但听起来 总统已经对我展开人身攻击 直言只要说清楚讲明白 不需要太过敏感 但被问到今天 韩国瑜喊出发财未交 赖清德不以为意 市长固然讲得非常非常的大声 他要为捍卫中华民国 而粉身碎骨 但实际上他的主张跟做法 是跟目标相违背的 我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面对两岸敏感议题 赖清德这次强调捍卫主权 甚至大三台北市长柯文哲 首都市长是不应该鸵鸟心态 背对着这样的说法 我更具实力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候选人 如果跟柯文哲市长比较的话 不管是在守护台湾 或是在国家的自体方面 我都会比他更具实力 强调自己是最适合的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自行爆棚 想必对初选结果胸有成足 欢迎收看王家姐李佳化特别报道